全唐诗卷28387 春夜文迪李懿 寒山吹笛换春归 千刻相看泪满意 洞庭一夜无穷艳 不待天明近北非 全唐诗卷28387 春夜文迪李懿 寒山吹笛换春归 千刻相看泪满意 洞庭一夜无穷艳 不待天明近北非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 在寒山吹着笛子 呼唤春天回归大地 被贬折的人彼此对望 不禁眼泪沾湿了衣服 晚上洞庭湖畔 停塑了数不清的大雁 还没等到天亮 他们就急切地往北飞去 这首诗是诗人贬折到江淮时的思乡之作 具体时间不详 从李懿现存的其他诗作 可以知道他曾到过扬州 渡过淮河 经过须域县 诗中寒山 在今 江苏 徐州 东南 是东晋以来 怀思流域 战略要地 屡为战场 诗人自称为千刻 这说明 作者贬折 从军难来所作 李懿唐代诗人自军于 隆熙 孤赃人 家居郑州 公元769年 登晋世帝 公元783年 登书判拔翠科 因试图诗意 刻游燕照 公元797年 任幽州节度使 刘继从事 公元800年 南游扬州等地 公元820年后 入朝 立秘书少监 及前学士 所散记一代常事等职 公元827年 以礼部尚书 致志 他是中唐 边塞诗的代表诗人 其诗 虽不乏壮词 但偏于伤感 主要书写 编地士族 九树思归的 愿望心情 不负有圣唐边塞诗的 豪迈乐观情绪 动听一夜无穷艳 不待天明 尽北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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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